台灣的世界球後戴資穎 最近連續在馬來西亞跟新加坡公開賽 拿下冠軍 狀況調整得相當不錯 而他的下一步就是要好好準備市井賽 力拼奧運積分之余 也希望在過程中 豐富自己的參賽經歷 那今年應該還是會先以市井賽 去作為目標吧 因為就是我還是希望自己可以去拿到 每一個沒有得過的獎 然後盡力去達成 既然小袋還有許多沒完成的目標 不然之前傳出 他在東京奧運之後 就會退休的消息 是不是就不攻自破呢 我覺得到那時候 其實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就到時候再決定 球後鬥志高王 其他男子選手像王子維跟魯彥勳 儘管去年因為傷勢 影響了比賽成績 也沒打算輕易放棄 他們的目標一樣是東京奧運 傷勢現在是有目前越來越好的趨勢 也好大概六七成有了嘛 但四月就開始積分了 所以我就是紐西蘭第一站嘛 我那一站會去參加 然後就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拼搏 現階段在考量到就是奧運的一個問題 這個東西就不是只有單純就是考慮到身體的一個情況 而是說在整個排名的制度上跟整個排名的使用上 我怎麼樣可以讓我自己能夠 當然最後在生涯的最後一個階段 可以再為國家 然後為自己再打一次奧運會 看起來這些台灣好手們除了修養調整身體之外 也都已經擬定了妥善的戰略計畫 無非就是希望可以在明年的奧運舞台上 為台灣也為自己再拼一面奧運獎牌 來 外區新聞 採訪報導